當擁有熱情的時候,我們就擁有信任 當擁有熱情的時候,我們就擁有力量 當擁有熱情的時候,我們就堪受打擊 你看那些有熱情造飛機的來熱情的力 他就失敗了多少錢 是不是啊?但是No care 因為他相信那是一件可完成的事 只是現在還剛剛找了很多同學而已 那麼多美大,那麼具有探險的意味 沒有人成功過 你知道嗎?當時跟萊特兄弟一起比賽的大力士 然後幾個大企業家也在想要找飛上天的工具 萊特兄弟是五個雞塞 各賣賣賣家長啊什麼什麼 兩個土哈哈哈哈在那裡搞得 但他成功了 他這段歷史你去比一下 沒有意思 為什麼?熱情超過財富 熱情彌補了你 某一種成果的天子 跟人家比起來什麼天子也不是 這樣講起來 所以你才會發現 你以前那幾個學生 你看起來喵喵的叉叉的這樣子 你已經給我 好像飛往肯達 然後找到了他人生的學生 知道嗎? 他唱得出第一首人生的歌 而你們乖乖的學生呢 啊,你們加入軍公教 啊,不好意思啊 你這樣子 因為想加入軍公教是這樣為了同學 我一個同學 呃,他的名字呢 呃,顧應其名 小學國中 小學,小學 小學 小學跟他同班 然後國中跟同班 高 當高中的時候呢 又看到很小的一樣 斯大夫的同班 你這也就是斯大夫 我們叫什麼 退休老師 我都看到 OK 啊,他呢 他看到的時候 啊 他就是一個所謂的軍眷小孩 軍眷小孩 他把西法山也是不叫 有派人類 那也有一種很規格化的 他是有很規格化的 很規格化的 很規格這一點啊 他就跟我講說 啊,養很多的公家 他是不是太多人去軍公教的人員了 所以你看我的 我的相話比較呆反 對 因為他這樣跟我談 他為什麼一生氣 你知道嗎? 現在我告訴公務 講 呃,從 從泰安收費 不是,泰安收費 不是,泰安收費 那個什麼,古古的嘛 古古的嘛 古古過去兩岸 兩邊都有那個高架 所以就說機場捷運嘛 對不對 那個機場捷運呢 那他建工 他其實呢 你不是說他建工的 那他 他得了很多 很多證照這樣 可是呢 為什麼他 會這樣 因為他兩個意思 以 財分來說 他很差 他為什麼在公司裡頭 我身遷呢 他就劝困了 那我後來我就跟他談 我就發現 他非常的威脅 他不知道 與人相處 在這個工作當中 保持熱情 因為被規格設定住了 你把心 你把注意力都放在 威脅 你忘記了你心 你心的內在的熱情 會使得你 去怎麼樣 懂得去跟人家相處 懂得在你的工作當中 去擁抱 並且活潑的面對 一個人 那是對自己的生命 有多熱情 那這個工作 有多熱情 他現在是受到傷害 和阻撓 他仍然不會聽全 這個是你要追尋 視覺跟覺他必要的故事 這個真實 先來去了解人性中的問題 同時也知道問題 要可能解決 接著你要做一種原型 那叫做我 到底解決我 任意我的生命 到底是重要的工作 這個是你 如果能學佛的話 這是學佛的熱情 佛者決略 所以決全學 自決決他 對不對 對 加上他有一句話 就滿好的 叫做覺行圓滿 懂嗎 這句話 這樣加上這個標準答案 那樣 不是決 三個決 自決 覺他 然後覺行 就是自覺的行為 跟覺他的行為 都到了圓滿了 自覺是一個動物 是一個起因 覺他也是一個起因 最後一個圓滿的結果 就是覺行圓滿 這三種決